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愿让来往的人 看见我落寞的深情 这样难过的心情 仿佛听见你的声音 分不清是这还是欢迎 请相信我的种种 对你的爱毫无保留 你是我唯一的梦 今生今世不会错过 奔向欢乐的笑容 忧愁陪你一起度过 就这样紧紧的牵你的手 当我在街头 看见你牵着别人的手 你是否知道我多么难受 曾经对我说的 你是否也对他说 叫我该如何去 接受你的温柔 相信我的种种 对你的爱毫无保留 我宁愿相信自己 所有的爱力 消失在街头 使兵卫和武大郎 进入了医痕院 见到了美女 个个都不满意 最后东飘西旋 没有想到 在这儿见到了隐姓带 双方在惊讶之余 使兵卫为了解救隐姓带 和小方他们 发生了一场混战 在乱打之后 使兵卫忽然想到了 伏天三世 但是还是没有用 因为他没有练成伏天三世 一场混战之后 使兵卫和武大郎被打败 柳如四在无意之间 遇到了自己的母亲邱姑 同时也在怡红院门口 碰见了使兵卫和武大郎 使兵卫在羞愧之余 落荒而停 而战天宇这个时候 遇到了大菩萨 叶婆婆和武庆皇 在他们夹击之下 战天宇不幸的牺牲 而战天神迹 也不幸落入大菩萨的手中 盐承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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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谁把我带来这里的 这个你先别管 你的伤势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是五明皇 跟叶婆婆他们 联手急伤的 五明皇跟叶婆婆 他们联手急伤你 你 你人不是在龙宫里面的吗 他们也到龙宫了 糟了 我 怎么了 我 我接着去阻止一件事情 但是 但是你的伤又这么重 我无妨 你去办你的事 要紧 严承南 严承南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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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了 施大爷 也不是我们怎么了 是 你怎么了 我 是啊 这边拖过来 那边拉过去的 是 大爷 我们是人不是玩具 对啊 不好意思啊 我竟想着救人 几乎忘了你们的存在了 既然忘了我们的存在 那干脆就把我们放了算了嘛 是啊 大家好聚好散吧 对啊 你们想哦 我说的是几乎忘了你们的存在 但事实上呢 我是牢牢的记住 走吧 大爷 怎么又往回走了 是啊 好像刻意带我们游金似的 我要救严惩男 我不往回走往哪走 说都是废话 咱弄了半天 你还是要回去救人 我告诉你 我石兵卫烂是归烂 但这个见死不救的事 我可做不来 好了 走吧 快走啊 拖拖拉拉的干什么 大爷 大爷 你慢一点啊 哎 哎 人呢 烟强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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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嘿 还得了蹭 烟强黑了 好 大爷 您要到哪去啊 嘿嘿嘿嘿 阿胖 我们跟你去看看 走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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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进去瞧瞧 拜托了 石大爷 前不久我们才从那个山洞里面出来 有没有人难道你不知道吗 是啊是啊 石大爷 何况这个严惩男又是身负重伤 怎么可能自己走到这个地方呢 是啊 要是有人搀扶他来呢 大爷啊 那就更不可能了 你想想看 把一个身负重伤的人 搀扶到这山洞里面来 为什么不把掺到镇上去找大夫呢 两面路途一样远嘛 哪有那么笨的人送到山里面来啊 那地上的血迹做何解释啊 这个嘛 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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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野兽 沿途留下来的也说不定哦 是吗 是的 听你在那里胡扯 你们两个加起来啊 真是比武大郎还要笨的 武大郎啊至少还会分析那么一点道理 你们两个 我跟你们俩扯什么啊 我自己不可以进去看看 真是无聊 走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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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好 哎呦 是不是啊 那个是什么 还真有这么笨的人啊 是啊 没道理吗 说不定啊 是被野兽叼过来的 炮哥说的有道理啊 不是 大爷 我们还是快走了 免得待会儿会危险呦 喂 你个头啊 你给我睁开眼睛仔细的瞧瞧 哎哟 有你 被野兽叼来的是不是啊 是啊 他会安安稳稳地躺在那儿 过来 把他背起来 跟着我走 什么 背人 怎么 怀疑 还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懂事懂了 我们这样被绑着 怎么背人 是啊 都得先把我们松绑 松绑是不是 我给 你想得美 松绑 那怎么办 要不然你背 我 你想 这还真麻烦 我们是不能背 你是不肯背 干脆了 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叫他自己走算了吗 有理有理 叫他自己能走的 有你个头啊 有 到时候我自有办法 有了 有了 去不走 去不走 是啊 这个样子到镇上去亮相 会很没面子的 哦 是这样是吧 是这样是吧 不会的了 说不定如此一来啊 你们怡红院的生意会更加兴旺哦 小帮啊 好像说得也对哦 那也不见得啊 镇上有几个人知道我们是怡红院的 哦 那你的意思是要我在你身上写着怡红院保镖五个大字了哦 还是你来 我才不要呢 那既然都不要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 哦 好好好 走吧 起步走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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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嘛 我没事 就是好玩的 好了 起步走 左右 左右 好玩的 剑气何意 剑气灌井 好 起步多了 丙婆婆 以免自称柳秋姑的妇人求见 柳姑娘 当然是秋姑了 快 快带到道书房去 是 明华 你自个儿在这练习 我去看看我的孙女去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婆婆被困了这么多年 哪会冒出什么曾孙女 而且也叫柳秋姑 应该是同名同姓吧 秋姑早已经死了十多年了 很快 有时候 去哪里 ya 有时候 你走了 走 走 快走 走 走 便是深受其害 当年 他为了要取得福田三世的心境 不惜抛妻妻子 又对我万般的甜言蜜语 可是等到心境寇绝得到之后 又立刻弃我母女入碧里 秋姑啊 五明皇当真是这样的人吗 事实如此啊 秋姑不敢完颜送厅 婆婆如果不信 可以找五明皇来当面对职 对职倒不必 不过我想你们俩当面好好的谈一谈 五明皇进来吧 婆婆 秋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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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绝对不会谅解我的 我也不敢奢求你的谅解 但是 我要你明白一点 我绝对不会存心骗你 我也绝对 从来没有 替你们母女二人于不顾的垫头 可是这么多年来 你从来就没有回去看过我 或是找过我 有啊 我有找过如斯 可是她说 你死了 是我要她这么说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秋姑啊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不是婆婆我替五明皇说话 哎呀 男儿志在四方 哪个不想扬名立万啊 五明皇 我竟然回过头找过你们 怎可说是她 弃你们母女而不顾呢 哎 婆婆 你怎么帮她说话呢 哎 秋姑啊 不是婆婆我替谁说话 我是谈就是论事 那你当初 怎么也说自个儿死了的 哎呀 我以为我这样说了 她就会回来看我的呀 可是 她没有 是如斯她不愿意告诉我 你身藏何处 叫我如何看起呀 如果你有真心的话 如斯会告诉你的 哎 你这不是强词夺理吗 哎 我如果有骗你之心 我何必去找如斯呢 又何必到处去打听你的下落 哎 婆婆 我看 麻烦您劝劝她 她是不会听我的 不 这是你们俩之间的问题 应当自个儿解决 只要彼此的心结能化解得开来 那以后就一切没事了 哎 问题是她根本不听我说呀 懂 好 那你以为秋姑一直待在这儿 是听婆婆说话吗 都这么大的人了 连女人的心里都摸不透 去去去去去去 你们俩到外面去好好谈一谈吧 婆婆 去 到外边去把心话谈开来 省得秋姑又向婆婆告状了 是 秋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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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不肯让叶婆婆教我练福天三世 是 我会跟婆婆说 说你不适合练福天三世 这是不照如四的意思了 不是 如四倒还听我的 如四知道 她知道我来找你 可是不知道我到这儿来 那太好了 什么太好了 没什么 去死了 外面 海鲸 X shopping 海鲸 Xwhy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娘都跟着你那么久 你怎么忍心想得了手 你还算是个人吗 怎么样 是我杀了你娘 你又怎么样 难道你还会杀了你这个爹吗 你以为我不敢 你敢吗 娘 娘 今早脏了你娘 至于你啊 赶快离开 免得事情发生了 我也护不了你 娘 娘 走啊 走快点 停 向右转 快点走啊 好了 这个目标正前方 全部走 停 石大爷 您不要这样折腾人好不好 是啊 石大爷有什么话一次说完吗 急什么 我啊 是要替你们开门了 谢谢 谢谢 好了不客气 先说好啊 待会儿进去把人交给柳如四姑娘之后呢 赶快给我退出来啊 什么话都不能说 知不知道 知道知道 知道 否则 我就拿这个麻绳 像捆肉粽一样 把你捆得死死的 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 走 去去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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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声弟 别让他听到了 要不然他又跑出来了 安拉 柳姑娘不在了 不在 对了 刚刚是哪个呆子硬把我拉进来的 西娃 我想也是你 大头仔 你伤好了 我知道 我想也差不多了 否则的话 咱们能救尹姑娘出来呢 对不对 对 尹姑娘被救出来了 是啊 嘿 我带大头仔啊 嘿嘿 连夜去救的 怎么样老大 嘿 这下我的功劳不小吧 你还提功劳啊 嗯 你叫老大我的面子往哪摆啊 我 我居然没有想到老大面子的问题 这样吧 下一回 下一回啊 我一定让老大你亲自出马 好 否则的话 咱们能救尹姑娘出来呢 对不对 对 尹姑娘被救出来了 是啊 嘿 我带大头仔啊 嘿嘿 你还提功劳啊 嗯 你叫老大我的面子往哪摆啊 就 我居然没有想到老大你面子的问题 哎 这样吧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让老大你亲自出马 这还差不多 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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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大头仔 快过来帮忙 来来来 搬人了 好 来来来 放在桌上啊 来 你小心啊 来 一二三 来 来 老大 她怎么了 受伤了 我还没那么笨呢 她受伤 我还要看不出来吗 你看得出来 那你还问啊 过来 把人抬进去 来 大头仔 来帮忙 来 来 小心点 真重啊 福豪 来 小心点 石大爷 石大爷 干什么 石大爷 当初说好的 找到雅雅之后你就放人了 现在雅雅已经证实是被你们救走的 石大爷 你应该守信用 石大爷 好了 信用 我讲信用嘛 我放人 来 来这一套就秀不了 谢谢 谢谢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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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别再干这种逼良为伤的勾当了 知道了 知道了 下一次再也不敢了 好了 是啊 是啊 谢谢石大爷 我们以后啊 一定洗心革命 重新做人 石大爷 好好好 好好好 回去吧 回去吧 快走啊 石大爷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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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干了职了 好啊 对了 石大爷 要记得有空再来我们移红愿座啊 好了 好了 你怎么这么啰嗦呀 再见 刚刚还说要洗心革命重新做人 这会儿又说什么 对呀 来啊 来我们移红愿座啊 诶 真是你不愿座啊 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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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光只是仇 还有更多的屈辱在里面 屈辱 好哥哥 这仇怎么爆啊 我们打不过他们 不能立敌 咱们智取 智取 怎么个取法 这个 你来想办法 我 我的办法还是从长计议 不要从长计议 你就从短计议行不行 好 从短就从短 我边走边想总会想出办法来的 说的也是 有道是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小人报仇三日不短 对 三天之内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报回来 三天之内我一定会想出办法来 好 走 走 恐怕很难 好 走 高市 低调 好 走 走 快 快 Si 快点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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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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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哥哥 看到了 要不过去问问看 有什么好问的 不是死爹就是死娘 要不然就死什么亲朋好友的 有什么好看的 倒霉啊 泡哥哥 你不要往那方面想嘛 说不定那个姑娘 已经是个孤孤伶伶的人 正好我们可以接她 回医护院接客嘛 有道理啊 我们医护院正缺姑娘了 我过去问问她 看她的意思怎么样 问什么问呢 带走就是了 还问什么问啊 是 不妙啊 真的不妙啊 老大 到底什么不妙嘛 你干脆说出来嘛 倒是不妙不妙的 走来走去 我看她眼里也听在耳里啊 我都快说 快说 快说不了了 这件事也跟你有关呢 跟我有关啊 对 都是你害我的 是我害你的 没错 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呆啊 你怎么会把隐心带送到柳姑娘这儿来呢 老大 你这样说不公平啊 隐姑娘是被人家下药的 我不把隐姑娘送到柳姑娘这儿 我往哪儿送啊 街坊上这么多治病的大夫 你会随便找一家啊 我知道柳姑娘这一家嘛 所以啊 我早知道你会讲什么了 所以啊 我刚刚什么都不想讲了 反正最不愿看见的事都已经发生了 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自己想办法吧 老大 这有那么严重啊 你才知道 你以为柳姑娘她出去这么久 真的找她娘啊 我告诉你吧 她就是在生老大我的气 生你的气 对 你不会想想看吧 我们没识到一红月就喝花酒 然后再把隐心带带回这里来疗伤 你说柳姑娘她知道了 她心里呕不呕啊 好像也对啊 就好像你看到颜承南 跟柳姑娘在一起 心里面就很不爽的道理是一样的 你又是颜承南 忘了吧老大 对不起 不过 不过柳姑娘未必知道 尹姑娘是我们从一红月带出来的 所以我说你笨 你又不高兴 隐心带那个样子 柳姑娘她不会问吗 就算隐心带她不说好了 那个大头仔她会不会说 不过柳姑娘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我说这都是你害我的 你还不承认呢 对不起 算了算了算了 承认就好了 没事了 可是老大 你怎么办呢 你准备怎么样向柳姑娘解释这件事呢 所以啊 我刚才想啊 我刚才想 有了 有办法了 我去找阿炮 你找阿炮 你还要去医红月啊 没错啊 我去找他们 跟他们串通一下 你小心啊 别人上回一样 又让柳姑娘给碰上了 我对 你这是乱讲话 你给我站好 站好 站好了 你刚刚老大我这个样子 像不像很倒霉的人呢 是不像 不过这也很难说 总之啊 好了 说那么多都是废话 老大我现在要去办事了 你呀 没事把里面的三个病号给我看好 就这 知道了 我走了 炮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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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乱妥了 药都给她吃了 哪还会有不妥的呢 好极了 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妞妞在我们手上 哎呀 这一红月的身影啊 以后啊 我会更加兴旺了 是啊 而且还不花本钱 以后的进账啊 尽归我们所有 这一点就更棒了 炮哥 上回那个闹事的又来了 什么闹事的 是那个叫什么时兵卫的 啊 他真的又来了 大爷 大爷 你们两个干嘛看到我跟看到祖宗一样啊 大爷 您打架光临 我们哪敢怠慢呢 小方啊 去把那姑娘叫过来给大爷见赏见赏 是 石大爷 那个新来的妞啊 既漂亮又温柔 保证大爷您一定满意的 好 我去给您叫来啊 好 等等等等 我今天呢 没有心情看妞啊 我是来找两位帮忙的 帮忙 大爷您别这么说 有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好 那就好 我跟你说 是这样的 如果有一位柳如寺姑娘来这打听我的话 那你就啊 没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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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郎 嗯 你要再敢敲的话 老子就先办了你 嗯 嗯 搞不清楚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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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再敢敲的话 老子就先办了你 嗯 搞不清楚你 嗯 嗯 就这样处理啊 懂了没有 懂懂懂懂 懂了 那我走了 是是是是 哎 大爷 那个漂亮的妞儿你不看看了 嗯 算了算了 改天吧 我走了 是是是 别忘了 哎 不会不会不会 慢走慢走您放心 哈哈 炮哥 啊 有希望咧 什么有希望了 报仇有希望了 你有办法了 嗯 小人报仇三日不短 想不到还用不着三天 我就有办法了 啊 那那你快说 刚才那个石兵卫 不是说什么柳如寺的事情吗 要我们跟他传统好说辞的吗 是是是 那又怎么样 嗯 我们正好将计就计 他把柳如寺来找我们 我们就偏偏去找柳如寺 嗯 是啊 那又怎么样了 嗯 然后我在想个什么方法 好制造他们两个之间的冲突 然后我在利用机会 又在想个什么方法 把那个石兵卫抓起来 报仇血汗呢 嗯 那你说的半天到底什么方法 嗯 嗯 这个方法嘛 恐怕海地 从上之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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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的 你活得不太烦了 嗯 你个臭娘娘 你这么不听话啊 我要独打你一顿 对 然后我再将那个龟公把你给办了 好 哦 哦 哦 哎哟 炮哥啊 这么大个人了 在地上玩什么呢 来乖啊 我扶你起来哦 小方啊 虽然 虽然是不花钱的 哦 你也不要乱踢乱打的 受了伤 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啊 哦 是 炮哥 哦 算你狗运 嗯 啊 她 她是怎么回事啊 她 她 她不说话 她是不是哑巴 嗯 是哑巴更好啊 免得再像那个叫雅雅的隐姓袋一样 害得我们偷鸡不着蛇把米啊 嗯 对对对 不说话 她就不会向石兵卫告状了 嗯 对 就是不知道 她是真的哑巴 还是因为惊吓过度 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哎呦 管她呢 弄她药粉给她吃吃 就算不是真的 也要让她变成真的啊 哎 说了有理 可是 这么漂亮的妞 要是变成哑巴了 那就不值钱了嘛 哎呀 不会的啦 来这里的男人 多半都喜欢温柔的啦 听话的啦 太刮躁的 她们反而不喜欢呢 嘿嘿 有理有理 给她敲 是 哎 怎么样 没有找不到 大郎 大郎 你想 柳姑娘是不是故意躲着不见我啊 你怎么这样说呢 我想一定是的 否则 她不会一出去就出去那么久啊 还有隐姓带 还有灭竹大师还等着疗伤呢 她不是不知道 也许啊 被什么事情耽搁了 就算有事被耽搁 她也可以托人转告我们医生嘛 我猜想啊 她一定早就回来了 只不过 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这只不过要是说出来啊 那就很没面子了 她一定在想 她一定想看我回来 看我再等她回来 她就不回来了 会这样吗 一定是 很有可能啊 哎 我看呢 我还是走好了 要不然呢 她一定不肯回来的 老大 那柳姑娘这个样子 是不是叫做吃醋啊 或许吧 可是老大 这也不对啊 就算柳姑娘她吃醋不回来 那她娘也应该回来了嘛 难道说 柳大妈也为你吃醋啊 柳大娘有没有说去哪里啊 就是没说才麻烦嘛 否则我早就去找她们了 哎 柳大妈还说啊 想见你 真的 真的 这一定是柳姑娘曾经跟她娘提起过我 哎呀 难怪她对我会生气嘛 哎呀 原来她对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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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美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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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姑娘 还没回来吗 老大 我可以回答她的问题吗 随便你啊 嘴巴是你的啊 你爱答不答是你的事啊 柳姑娘 去找她娘去了 不过啊 到现在啊 两个还没回来 找她娘 嗯 是五明皇 跟叶婆婆他们两个 联手击伤的吗 五明皇跟叶婆婆他们联手击伤了你 你 你原本不是在龙宫吗 她们也到了龙宫了 糟了 我 怎么了 我 我决了去阻止一件事情 但是 你的伤又这么重 哎 我猜想 她大概去大龙城了 去龙城 嗯 她去干嘛 她去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她在前往大龙城的途中 也就是那个大佛殿里 她曾经替我指过血 撩过伤 当时我看她的神色忧虑 再加上 刚才我听到你们所说的 所以 我断定她去了大龙城 而且是为了阻止某件事而去的 什么事啊 这就不得而知了 也许是跟她娘有关吧 对了 对了 有件事 你们也许不知道 五明皇跟叶婆婆又占据大龙城了 三千 灵皇 怎么啦 灵皇 别的故事 可能是一曲心事不宁 灵皇 咱们睡了開肌好的 快走 走 来 快 走下 你快去 总算发现了他 这一会儿没事了 多谢婆婆大舅 吴命皇 你在练福田三世的时候 是不是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 呃 这 想着清姑 是 是不是每首歌 要孤孤单单地唱 是不是每段情 要匆匆忙忙地过 是不是这一生 要平平淡淡地活 云烟往事 原来都是回忆的选择 是不是每朵雨 要晃晃苦苦地飘 是不是每段情 要久久缠缠不清 是不是每句话 要平平淡淡地说 尘缘已了 所有的混乱 也只不过是一场梦